大家好,我是Amasys 也可以叫我莉兒 我是生命靈術生理智商師 主要都是在做個人心理智商的比較多 麥文師會指引拍卡 也是我心理智商師會用到的 因為我自己個人在做生命靈術心理智商的時候 最後也會送個案有一個可以用麥文智慧指引拍卡 來回答他目前比較迫切的問題 那這一組拍卡他非常的簡單直白 而且也是我感應比較深的 所以我比較不會像其他的塔羅牌老師 有很多張可以一次排很多出來 那以後會不會有其他的排陣 我都會努力的去嘗試 那目前就是 我是以我這片感應到我覺得比較強烈的題目 然後來幫大家做事 其實我現在心裡面有很多題目想做 但是這個題目是加百列大天使 就是好像一直催促著我要做 因為他可能有感應到大家的那個天賦 越來越明顯靈性天賦的部分 那所以我就是這一個 這一次的影片就是要來告訴大家說 你的靈性天賦是什麼 就是你這輩子你所帶來的靈性天賦是什麼 那我們都先暫時不去探討過去前幾世啊什麼什麼 或是說其他靈力修行的部分 我們就是以靈性天賦 那靈性天賦它 比較是藉由在你的一個特質跟超能力的總結 那我們等一下都會一一跟大家做解析 那如果說你有對應到的 那就恭喜你 你一定要好好的去運用 那因為這個算是大眾展譜 所以一定很多人會選到同樣的 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從這一個 排面然後去得到你想要的訊息 應該說你會得到你適合你的訊息 然後如果你覺得說 聽起來好像跟自己非常的不像 那你可以去思考看看說 是不是你從來都沒有去開發過那方面的能力喔 我覺得 邁輪指引它就是有點 除了是天使告訴我們的訊息以外 還有它也是根據我們的邁輪的狀況 可是你現在某個邁輪比較活躍 那你其實是可以去好好運用這一個能量的 OK 那因為我要讓大家比較好做選擇 所以呢 這一次我也準備了四個視頻 那我準備的是這個 戒指的部分 然後就是第一組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有嗎 OK 然後這是第一組 的戒指 然後第二組 三顆鑽的 一樣很美 對 就是都很有那個古羅馬的感覺 然後這是第三組 也是三顆鑽 但是 呃 它這個戒指 你有看到 咦 它發著不一樣的光嗎 然後這個是類似像指南針的 的一個 的戒指 OK 好 好 然後請再放輕鬆 然後你可以閉上你的眼睛 然後回想一下這四個戒指 哪一個戒指 在你的眼前 浮現出來 好 或是說你看到哪一個戒指 正在發著光 好 那就選擇了它 好 那我再講一下 這是一 二 三 四 OK 那我這邊的話 我會把我的官網 就是放在下面的資訊區 然後歡迎大家 就可以到我的官網去逛逛 然後如果說你有 呃 又想要做個人智商的部分 都歡迎來跟我預約喔 OK 那我們先從第一組開始喔 來 第一組是 不安全感 呃 不安全感啊 其實它 代表的脈輪是 我們的海底輪 齁 就是底脈輪 也就是說你是一個 呃 行動力非常強的一個人 然後 行動力很強以外 他也是 也是 蠻有自信的 好 嗯 也不能說有自信 他的 自信是 來自於 呃 別人 別人的肯定 對 那 其實 但是這個自信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去培養的 因為 大家可能看到不安全感 就是會覺得說 他是一個很沒自信的 但是有時候 其實不一定 他其實是一個 可能 就是太過有自信 啊 然後 因為不安全感 所以他要表現出更有自信的那種感覺 那我可以感覺到說 就是 他也是 呃 你會是一個比較 享受 自由 那你是心裡其實是有個很自由的靈魂 並且 你 充滿了勇敢 那 為什麼 因為海底人他其實行動力很強 其實你做事情 我相信你的 嗯 幾乎 是都非常有效率的 而且你都很 呃 就是很渴望著成功吧 就是不管是做大小事情 都希望可以把它做到很好 那如果沒有做到好 你就會很沒有安全感 對 那我的 那這張牌的靈心天賦又是什麼呢 其實 他就是 呃 應該說 你是可以幫助人家 去 消除這個不安全感的 喔 這是我該印到的訊息 就是說 你有一個很 勇敢 很 因為可能是你的特質 比較有行動力 那 也 比較 有那種自由的靈魂的感覺 所以你會帶動身邊一些 比較 靜 安靜 或者說 比較沉悶一點的人 你可能在一個團體裡面 也是比較容易帶氣氛 所以你是可以去 消除別人的不安全感的 喔 雖然你自己有時候會有不安全感 但是你自己也會很勇敢的去 消除掉他 嗯 不用怕這個 惡魔去 讓 去阻止你去實現夢想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也就是說你的內心是夠強大的 其實 這個牌面也可以看得到喔 你看 他是保護他自己的喔 有看到嗎 他有保護他自己 他內心的 內心的力量 是很強大的 那 因為 這張牌 雖然他是屬於我們的第一脈輪齁 但是 這個男生他穿的是綠色的衣服 那綠色衣服又代表了我們的心輪 其實 你的內心的 力量也是很強的 所以我希望說 你要好好運用你的天賦 那我再說一次 你的天賦其實就是 呃 可以給人家很大的安全感 也就是說 你是可以有辦法去消除別人的不安全感 並且 呃 給予別人更多的勇氣的那一個人 就是 我們所說的勇氣天使 哈哈 對 那 人家看到你也會就是覺得 非常的有信心 然後並且會 希望 嗯 可能也會 有些人會崇拜你喔 就是 崇拜你為什麼可以過這麼瀟灑 然後又可以事業成功喔 那如果說 你目前還在努力中的 不要放棄 這是你的天賦 你一定 你有 你定好你的目標 你就一定會成功 對 然後 而且這些 喔 這些外靈阿 或是不好的 負面的 東西呢 進來 你都有 辦法把 抵擋掉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 好 那我這邊的話 就是 提供一下 呃 就是 帶一下你們 去做一個 就是這張牌的一個 迷想 好 那我們就是 呃 在 我們找一個 安靜的地方 就是可以 召喚二到三位的 靈性守護者 靈性守護者 就是說如果 您 呃 有相信一些 比如說 呃 觀世音菩薩 或是 呃 聖加摩尼佛阿 或是 呃 耶穌阿 或是天使阿 就是等等 你教你信仰的神阿 靈阿 獨角獸阿 或是說 一些神 守護靈之類的 都可以 那個 召喚他們 然後 想像一下 當他們現身 的時候 他們 表達了你內心的恐懼 好 你想可以想一下 他們 告訴你 你現在恐懼的事情 那 也請 允許你的 守護者 給予你勇氣 並且 協助你超越恐懼 那種 想像就是說 嗯 他們可能 告訴你 你現在最害怕的是什麼 有可能現在最害怕的是 沒有錢 對 可是他們 給予你勇氣 並協助你超越了 沒有錢的恐懼 那 現在 在 問問自己 你的感覺如何 就是你可以去透過迷想 然後去得到一些 嗯 安全感上的一個 撫慰 為什麼 因為像 我會舉 沒有錢這個例子 是因為我覺得沒有錢 是讓人家 很 讓大家都很 沒有安全感的 一件事情 對 那 但是其實 我們 都有很多方法 可以去 嗯 賺取金錢 那當然他在我們現在 這個物質世界 是佔據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貨幣嘛 那 也是維持生活的必需品 所以 嗯 希望說如果 你本身有在為了錢 在 煩惱的 或是覺得說 天啊 我為什麼聽得到被錢追著跑的人 都可以來做一下 這個 冥想 讓這些守護靈 守護者 然後可以幫助你 以及協助你 超越恐懼 有可能 當你的心態一轉變 的時候 你有勇氣了 喔 把你的天賦 發揮出來 你就可以 把 讓這個恐懼 就是 消散 甚至你也可以幫助到 進階幫助到 別人去消除 一樣的恐懼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很棒的一個靈性天賦 我覺得 我們如果能做到 能夠消除別人的不完全感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義 很有偉大的事情 對 人就是因為恐懼 所以才會有很多 不敢做的事情 然後或是錯失很多良機 或是走錯了路 等等的 好所以 可以 再次 祝福 第一組的各位 那個 希望你們也可以 運用你們的恐懼 抵擋 所有 不好的事情 然後 不要讓這些 喔 排咪亞 呵呵 排咪亞去 那個 侵入你 那我相信你們 強大的內心 然後還有你們的勇氣 都一定可以去 感染更多人 加油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 進入到第二組 這個第二戒指 那第二組很特別齁 因為它有兩 還有那個 兩張 那我們來看看這兩張是什麼 這兩張就是 平衡跟信心喔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平衡跟信心 這兩張的話 都是 屬於 我們 那個 眉心輪的部分喔 就是說 這兩個 嗯 全上這組排的人 應該都是 頭腦不錯的 呵呵 然後 嗯 就是 算是 嗯 平常也會蠻用腦過度的喔 然後 而且 而且 在處理很多事情上 其實 都蠻講求公平性的 所以 應該說 這 我覺得抽到這組人的一個 靈性天賦喔 就是 它對於很多邏輯性的東西 都會很強 有時候這種感覺 不是那種 呃 或是記憶很強 對 我現在感應到的是 記憶性很強 所以 你會覺得說 欸 你處理的速度 就很像是 嗯 一個八 像一個八核心的CPU 然後 跟 對上一個 雙核心的CPU 你就會覺得說 天啊 我就是算得比你快 你要算 可能你要算三秒的事情 我可能算0.05秒 去結束了 這樣子 因為我很 就很像 嗯 多工吧 對 就是很多 東西 可以同時處理 這樣子 然後 嗯 相對 因為 頭腦好的人啊 其實 通常自信心也會蠻 蠻好的 應該 但是 就是說 嗯 要小心不要知道 但我覺得頭腦這副牌的人啊 其實都還蠻懂得哪裏 就是 應該是那種 很謙虛的聰明者 就是 嗯 可能在班上功課 很好 然後但是也不會去炫耀 然後甚至也會去 嗯 幫助別人的人齁 那 但是有時候這種 嗯 有時候比較聰明的人啊 或是比較有智慧的人 有時候會往往會覺得自己比較孤獨一點 會覺得說別人比較不懂 所以 因為你們也是會蠻看得懂局勢的部分 雖然有時候要注意就是 嗯 在 追求 一些成就的時候 也要去顧慮到身邊的人的感受 不要去一直 一昧的去追求你心中所想的那個 目標 對 因為有時候會往往也會忽略到身邊的人 那也可以看到齁 星星這一張 呵呵 哇 就是 大地珠 然後還有 那個 聖杯 然後還有這個 紫水晶 這個 我記得他的故事 是很好的 我們看一下 稍等我一下 哦 信心的部分 他是那個 就是 哦 他這個也是代表著一個天賦的意思齁 就是 說 他們鼓勵他將磚塊放回路上 要求他不要放棄人生 然後Piggy將磚塊放低到地上 並勇敢的跨步向前 他未來照亮了 所以 嗯 我簡單說一下 就是說 當你害怕的東西比你所知道的 其實都還要渺小 如果你正在經歷痛苦 握得月景只會讓事情惡化 但是你的尾他正等待著你 哦 其實擁有 抽到這張牌的人啊 嗯 你們有很龐大的個人魅力哦 然後以前是 在 群組 團體裡面都是 閃閃發光 然後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 嗯 屬於比較 聰明 然後又謙虛的一個 呃 的男生或女生哦 就是 那我 應該 抽到這組的人也會 非常的有氣質 就像 鑽石一樣 閃閃發光 而且 相信你們跟 紫水晶的 那個 連結應該也蠻強的 對 然後 再來就是 哦 有 我感覺到 哦 不好意思 因為 這副版 因為我有時候還是會煩一下本質 是因為我覺得本質裡面的 他的一些 寓意跟解釋啊 有時候可以 給我一些感應的連結 那 因為我特別現在 訊息很多 非常的多 然後 我可能 有時候會跳著講 然後 希望大家見到 之後我也會就是在 呃 錄影片的時候也會 多加注意 但是因為 真的每次重錄都講的 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 希望大家可以習慣一下 好 好 那 回來 我們的 所以抽到這組 排的個人 的 靈性天賦 到底是什麼 就是 我覺得就是一個非常 大指揮 而且就是 可以 可以去很 去影響到別人的 突然 除了聰明啊 謙虛啊 然後 看來的東西 可以更遠 然後 還有就是 你們也可以 有辦法 去給予別人 很強大的信心 跟 呃 做的應該部分 有些人齁 應該第三眼都有開吧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突然這樣講 就是 嗯 因為可能是剛好 這一組 又是對到美心倫 然後他又有一個 呃 蠻強烈的一個能量 嗯 就是像這三個就是 神嘛 那你要 什麼狀況下 你才會看得到神 就是當然是 你可能 比較高 你的高我已經連結了 或是說 你已經 嗯 啟動你的梅爾卡吧 或是說 你已經有 那個 開啟你的第三眼了 你就會看到 質疑你的這些 神靈啊 守護神啊 或是 守護天使 或是我們的蓋亞 大地之母 來給你訊息 好 所以我覺得 如果 你有在走 靈性這一塊的話 我覺得會非常適合 因為你可以 你有很大的智慧 可以去辨別 這些訊息的事或否 那 你也很適合 可以去做 心理 醫生啊 或諮商師啊 或占卜師 等等的 然後做一些 跟靈性相關的 我相信你可以去幫助到 很多很多的人 讓他們平衡他們自己的 內心 然後 嗯 除了在生活上 找到平衡 也可以找到自己 真正的 自信 好 讓他可以 放下 這一顆 紫色的 鑽 喔 我是真的覺得 很像 水晶啊 可是他 書裡面說他是鑽 對 反正我們不管 可以讓他有自信心 跨越 所以我覺得 你現在雖然 有可能 有些人是這一個 有些人已經是 上面的 這些 正在幫助別人的人了 如果是的話 就真的 真的 非常恭喜你們 我覺得你們 就是 呃 也是帶了很 強的天命喔 呃 因為 人量很多 我覺得應該是說 對應到很多 不同人的感覺 然後再來你們也是 會非常有愛心 但是你們的愛心 不會濫用 我覺得這很棒 就是說 哪些人需要真的 給予幫助 再去給予幫助就好 絕對不要當爛好人 對 好 嗯 對我說 講完如果說 你抽到蜘蛛牌 你也有開啟第三眼 或是說你本身也有一些 呃 你體質也好啊 或是說比較特別的一些 靈性經驗的話 都歡迎下方留言告訴我 這樣我才知道說 嗯 這樣我感應到的能量 到底是準還是不準 OK 好 那 因為這有兩場牌 所以我就沒有帶大 帶這個做那個 冥想的部分 因為 我覺得這個 我相信你們可以去做一些 就是 找一些那個 開啟第三眼的 啊 的音樂啊 或是說那個 清靈脈 喔 梅清倫的音樂 我覺得可以聽 對如果說你們 不想要去特別開啟 第 那個 第三眼的話 你們可以去 去那個 就是聽聽一些 那個脈輪的音樂 去平衡它 那 嗯 因為其實 我自己開啟第三眼到現在 我覺得 跟一般生活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啊 但是它讓我看清楚更多更多東西 不管是無形或是有形的 我覺得對我幫助非常的大 那 未來有機會 我也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 嗯 開啟第三眼 然後還有靈性成長的這個過程 分享給大家 OK 那 就是第二組我們就分享到這邊囉 希望說你對這兩張牌非常有感覺 好 因為剛剛有點短了 那 就是 嗯 我們的第二組就 撿到這邊 好 那我們接下來進到第三組 第三組抽到的是 死胡同 嗯 那這一個其實是守護者喔 那這張所對應的 脈輪呢 是 齊倫 對 是我們的齊倫 就是第二脈輪的部分 那 相信 這個 這個呢 這個呢 它其實代表的一個靈性潛伏 就是 其實你是一個守護者 就是 它就是一個手 一個天使 然後它 嗯 阻擋了兩個 人 去進到這個森林喔 讓他們免於那個災難喔 喔 這一位啊 它叫 鐵柱雷吉 它是一位守護天使 那有一天 兩個朋友 克林與克雷洛 克雷格 不好意思 然後驚訝發現 雷吉封住了 他們要穿越山裡的路 但是也找不到通道 能通過它 所以他們正在納悶著雷吉 就是這個守護天使 為什麼要阻止他們 但也不敢試著闖過去 所以 於是他們便改到了心 然後雷吉才開始移動 保護克林與克雷格 躲過前方 會躲走他們性命的山崩 嗯 我覺得我會突然想要講這句話 這個傳說的原因是因為 跟你們會 跟你們會有一些連結 就是你們會 其實你們是一個很懂得變通的人喔 雖然它叫屎胡同 有時候也不要被它那個排面所影響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team是指 靈性天賦 所以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是這位守護天使 的連結最強啦 就是你們就是這一位 好雷吉 嗯 那 它 是 可以 知道在預知目標 但是我中間 我可以排除 一些困難 就有點像是說 我今天我要去 可能要去做這個企劃 但是我已經知道 這中間可能會遇到某些困難 然後我 可以去 避開它 或是說我可以用很圓融的方式去化解它 然後讓這個企劃可以圓滿的執行 嗯 這讓我想知道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就是他是做 算是做那個 嗯 活動行銷的 就是他也是要辦活動的 但是因為中間他遇到很多 一些 疑難雜症啊 就是可能籌備上 比如說藝人那個 洽談的問題啊 還有那個什麼音響經費的問題 那但是 因為他 他會把這些事情都先列出來 然後並且 他會先知道怎麼去解決 所以每次到計畫 只要走到那一步的時候 他就可以很 很精準的 教大家怎麼去做 那他有點像雷吉這個角色 就是說 當大家已經快要進到這死胡同的時候 他 他其實是在幫大家繞路 然後 只是說大家並不知道說他後面 他擋住了什麼樣的危機啊 對 那所以我覺得 呃 你是 如果你是這副牌的人 你們是非常有智慧 而且你們會 呃 就是你們人生中 充滿了很多 機會 就是 我覺得 另外一個形容詞就是 幸運吧 對你們人生 你們的靈性天賦 為你們帶來很多幸運 就讓你們可以 可以 化解很多 可能會發生的危機 結果 都可以被保護 免於傷害 然後你們本身 呃 有些人 可能本身也是 守護天使喔 就是 可能過去 然後這 你的靈魂曾經也是有當過守護天使的 所以 嗯 希望說你們 帶來這個使命啊 就是 一定要 好好的去 運用他 運用你的智慧 然後 不管是幫助自己 或是幫助別人 可以 避免掉他們 可能 可能會發生的一些傷害 喔 我相信你們的直覺都是 蠻準的 應該說有時候 你們應該會也是比較講 證據做事的人啊 對 所以你們會去評估很多風險 所以 我相信可能 抽到這張牌的人 應該有些人也是 有在玩一些投資吧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感覺 好多人喔 可能是有在玩投資啊 或是也有跟我一樣在玩網賺 之類的 對 應該可能會抽到這一張牌 就是 嗯 你可以去知道很多東西的陰暗面 就像他後面 看似好像沒有什麼 但是 其實 你根本不知道出來 後面發生了一個大山崩 對不對 但是 就是他 幫助大家躲過這件事情之後 你看到的 就是一個很 美麗的夜色 對不對 還有這顆圓滿的滿月 非常的明亮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 這個的感應也很強 我相信 你們 也是非常冷靜的 可以去冷靜判斷一些事情 所以相對你們是很理性的 對 所以 嗯 有些人 應該 應該 也是 再做一些 但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夢出一個 就是 夢境的 解夢的 我覺得好像有些人也是會做解夢的行業啊 或是說有這個解夢的天賦 對 我覺得你可以試著去 如果你是很會做夢的人 我覺得你應該可以把你主做的夢寫下來 然後 並且用你的 想法 去解讀他 對 我相信 應該 八九不離十 就是你的夢境 應該幾乎 給你的訊息 都是非常準確 而且他 已經可以預先告訴你 你可能會發生的 一些 嗯 不管是災難 或是說 身邊的人 他們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然後給你一些警惕喔 喔 如果是真的是這樣 我覺得真的是 太棒 太幸運了 對 你們就是一個Lucky Star 你知道嗎 呵呵 有沒有後面好多星星啊 就是真的 而且 一些月亮 呃 月亮也一直在守護著你們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們有 心裡有一些疑問啊 或是說 嗯 不確定感 我覺得你們都可以 對著月亮 或是對著星空啊 或是去跟他們做一些 嗯 訴說 或是許願的 嗯 因為你們本身其實就是守護天使 所以我相信你們跟更高 次元的 神啊 或天使他們 一定有很強烈的連結喔 那 但是因為 抽到這張牌的應該相對 都是比較理性的啦 所以就是 我覺得你的靈性天賦 你們就是一個 非常的幸運 而且 呃 還有你們的一個 排除 那個 傷害 就是 那個要怎麼講 容錯率 容錯率很高 對你們 而且 再來就是 你們避險 的那個 實力很強 對 如果有在 玩股票的 或是說 有在搞一些投資的 嗯 或是 房地產的 齁 就是那個 眼光應該都蠻準的 啊如果說 你本身是沒有在玩投資 也不要 突然間 太 太過自信的去玩喔 因為 這些 會抽到這張牌 是因為 他心裡已經有很明確的訊息 而不是在不知不覺 你們已經是先知先覺的狀況下 才會去做那些決定喔 所以如果你本身對投資是不內行的 那我建議你先去學一下 好 先去了解一下 那我相信 當你 學了這個工具之後 你會很快速提升這個敏感度喔 因為你的 幸運是一直存在的 好 但是 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那如果是在工作上 我相信你們 呃 在工作上應該說 是蠻得心一手 就很多事情都 欸 莫名其妙就很順利完成 或者說人家覺得說 哇這個 這個案子超難的 但是你們就是 好像也不用花太多力氣 就完成它了齁 那聽到這邊 如果真的有中的話 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真的很想要看看有幾個幸運心師 是抽到這組牌的 OK 那我們的第三組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接下來到第四組的部分 然後我要補充一下 就是因為第三組我沒有加冥想 是因為他的冥想比較 跟這個天賦好像沒什麼太大的關係 所以我就沒有帶大家 因為我覺得 你擁有這個天賦的人 就是第三組似乎同這個 抽到這一張牌的人啊 嗯 我相信你們都自己 自己非常的有理性 也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麼 那該怎麼去做 那如果說我今天抽到這張牌 你更了解自己了 希望你好好運用的天賦哦 去幫助更多人可以 原理一些不必要的傷害 或是災難 嗯 我突然又感覺到好像有些 有可能是做科研方面的哦 就科學家或是生技方面的 嗯 我相信你們在做一些研究的時候 也是為了讓這個社會有更好的發展 好 那避免掉一些 嗯 過去所造成的傷害 或是說 去為人類去彌補一些 已經造成的一個傷害 好 如果只要你們用心去做 你們願意去做 我相信地球都會 一定會回饋給你們的 好 一定會讓你們的事業 有很好的回饋跟收穫 好 好 我們來進到第四組囉 第四組就是 公平無私啊 來來來來來 看看這位女神 那他這個脈輪呢 代表的是我們的頂輪哦 就是 我們的第七脈輪哦 因為他這個脈輪牌卡 他裡面的第七脈輪是 灰色的 就是中心色 哦 跟我們一般 嗯 所知道的脈輪比較不一樣 那我們可以看到 哇 這個女神非常的那個 有自信 然後 而且非常的優雅 很有氣質 嗯 我可以感應到的是 抽到這張牌的人 應該都是 蠻有愛的 嗯 就是 很懂得愛身邊的人 然後 也 願意為身邊的人 付出 可以給予很大的一個 支持 鼓勵哦 嗯 這個公正武師 就是說 他其實在處理很多事情方面 都是 很心胸開放的 他可以去接納很多各式各樣的訊息 那也不會去隨便的亂批評 那是非常一個 嗯 有公平正義的人哦 但是 他又不會 讓人家覺得說 嗯 太過公平 他是有智慧的去處理很多 我們看似不公平的事情 然後讓他可以有更多的願容 所以我覺得抽到這副牌的人哦 我覺得抽到這副牌的人 你是 非常的 善解人意 而且你也是 有很有雅量 然後 對於事情的 的作風啊 就是說 你不會去虧待任何人 嗯 因為你覺得說 我該給的 我就會給 那 我不該給的 我也不會多給你 我覺得這個 這個特質是不錯的 然後另外就是 他也是 嗯 也是一個 會非常 會溝通的人 應該說你啊 好 現在在螢幕前的你 就是 你在溝通上面是 呃 非常能得心 並且是可以 繼續 切入人家的心扉當中的 就是說 嗯 可能他 別人在跟你訴說 一些不公平的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你的分析 跟你的一些解決方案 你可以 讓他可以得到公平的待遇 然後他就會想一想 嗯 你的方法還真不錯 嗯 不會傷害到我 也不會傷害到他 或是說 我們可以把彼此的傷害 降到最低 嗯 我覺得這是 很多時候的危機處理很重要的 嗯 就是 因為很多危機處理 有時候就是 往往必須要犧牲一邊 可是 因為你的智慧 你可以看到更多更多的面向 所以你可以 把這個危機 危機化成轉機 然後 並且可以站在別人的立場 然後讓 這件事情可以有所得圓融喔 我剛剛有團結跳出來 就是 嗯 做這個 做到這個的 朋友喔 有可能是會做 律師啊 或是檢察官 或者是書記官 嗯 然後還有警察 會計 嗯 等等的 嗯 就是 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會計 是因為這一個女生很像會計嗎 不是不是 應該是說 會計 他 如果今天公司有一個很好的會計 他會顧慮到整個公司 所有人的 利益 然後 並且就是 為這個公司 不僅可以 顧到公司 也可以顧到員工 也可以顧到 嗯 廠商 我覺得 好的會計是一個 非常非常厲害 又偉大的職業 好 那 我相信如果你是我剛上書這些職業的人 我相信你是在這個 團隊裡面 一定是非常受到尊敬與崇拜的人喔 嗯 講崇拜可能有點誇張 但是我相信是 大家都非常喜歡你 而且非常尊敬你 然後也很喜歡請你來做公道 就是說常常遇到不 就不太公平的事情 就會想要請你來幫忙說個兩句 這樣子 那 但是 就是也要 嗯 也要注意不要讓自己太累 就是有時候 畢竟一直在敲別人 幫別人敲事情 有時候 其實也是蠻消耗能量的 對 那 這個是你的靈性天賦 就是 你有一個很棒的溝通技巧 甚至你可以 有 把危機化成轉機的力量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的愛是無限的 你的愛是非常非常的無限的 只要你願意 我相信 就是你的愛可以散播到世界各地 嗯 有個人做這個 抽到這個人 也還蠻喜歡做志工類的事情 就是 你會做的都是比較 可能動腦相關的 嗯 就是比較不是勞力的那一種志工 而是 你是用你的智慧 你的專長 去幫當地做一些就是 呃 比如說經濟啊 有些 就像我們台灣有一些 呃 做 就是農業的 農業的學者 然後他們會去 其他國家比較 偏向的地方 或是比較弱勢的 未開發國家 然後去做志工 教他們怎麼種蔬菜啊 怎麼自給自煮啊 好 這類型的 或是說 嗯 醫生也可能去到當地 然後 給予一些 醫學的嘗試啊 跟 協助 這樣子 對我覺得這個 都是非常非常偉大的 所以 嗯 沒有說是特定哪個行業 好 但是我相信想要你去做 關於就是 服務的 然後而且 並且是用你的 知識跟智慧去 給予 別人的 一些幫助的話 我相信都是 非常非常棒的 所以 請好好 擅用你們的天賦 好 你們就像是 嗯 怎麼講 有點像 小上帝嗎 小上帝 就是說 你們是很 很常在用上帝視角看人家的 對 很 很少人可以到達你們的視角 但是 你們往往可以看到更多 更全面的東西 然後 並且 可以很及時的去 把一些傷害降到最低 我覺得這也是很好的 對 然後 其實也是因為你們的無私 還有你們的公正的 呃 那一顆心喔 所以才可以讓很多事情可以 呃 不會被二次元的 這個二極所影響 好 所以 希望說抽到這副牌等你們啊 一定要好好的 去 呃 去好好的運用你們的天賦 但是一定要 注重你們的身體喔 好嗎 那 今天這四組牌的那個 天賦 就講到這邊了 那 希望說大家會喜歡 因為 在講解過程中就是 嗯 可能會常常出現一些 訊息 插 插進來 那 那我希望說 呃 如果說你有 就是在我講解過程中有 符合你的地方都歡迎 下方留言給我 那 呃 如果說有什麼建議 也歡迎給我一些指教 對 然後 就 希望說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都可以訂閱或是 按讚 然後跟分享給其他 朋友來測試看看 呃 看看他們的靈性天賦是什麼 哦 我真是說啊 如果 這四 這四組的 這 這四組牌的那個 朋友喔 都結合起來喔 這真的就是可以組成一個 靈性天賦聯盟 我有本事想講正義聯盟 可是 講正義聯盟 又會得罪到復仇者聯盟 呵呵呵 好 兩邊聯盟都可以 好不好 就是 就是我覺得都是 會是一個很強大的組合 所以如果說 你身邊 朋友有這個 這個特質的人啊 我覺得都可以讓他們好好的去發揮喔 對 所以 天賦 已經給你了 那 要不要去運用 就要看你自己了 對 那希望這次的占卜大家會喜歡 謝謝大家 掰掰